黑鷹師的我喜得 11月14號本週T1 我覺得T1牌有哪些呢? 我們看下去 一樣喔 這個順序不代表強度 都是可以自己去更換自己去做選擇 或是說插幾個小牌 也是可以自行更換的喔 好不多說 我們出發分析 第一套進榜有我們的黑鷹驚奇少女 我覺得這東西還蠻不錯的 黑鷹本身就是一個塞石頭的燒冷能力 我自己就是還蠻喜歡讓對手卡一個石頭 並且用這個狗狗架在中間防護我們的驚奇少女 甚至現在自己對付現在目前的持續版本嘛 對面也可能是驚奇少女 我這邊放了一個超級死怒客人 用這個驚奇少女架中柱 中柱狗連動 然後狂攻 我們可以守住左右兩區的分數 小牌的話丟我們的涅布啦 小石頭啊 或是說這個黑鷹或平均分配一下 就完事了喔 我覺得這一套持續所需黑鷹還不錯 而且這個偏向只有一張防守牌 只有一張柯斯莫斯防守牌 其他都偏向進攻的 可以把傷害最大化 呃 就是一個黑鷹驚奇女士 不錯不錯 好 今天來介紹第二套這個 至高反制的這個降攻牌組 有喪氣有女巫師 那如果你們不喜歡喪氣的話 可以考慮換成小淘氣 因為現在是持續版本 所以我們去針對持續大牌就行 那如果覺得還是會遇到其他牌的話 上氣繼續放著 那這一套為什麼會比較變強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 惡行怪還是五能九弓 上氣踢不到他變相的 惡行怪可以霸佔一路還蠻噁心的 我們的這個毒蝎人 然後降攻以後 在第六回合是可以打出 我們所謂的惡行怪加浩克 或是說惡行怪加上小牌 之後毒眼龍噴降攻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做法 到底上限偏高的控制上氣 至高牌組還有女巫師 但我是覺得還是一樣 剛剛講了一話 就是現在我覺得上氣是偏弱的 就可以考慮可能換成小淘氣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第三套有我們的傳統老蘇利 因為傳統老蘇利算是比較偏向 針對我們的這個 洛基啊 因為洛基其實傷害沒有到天狐的情況下 基本上多數情況是比不上洛基的 那我自己的話會習慣 可能會把凱 真凱還是一樣看你上氣多不多 把凱換成一個莫比烏斯的位置 其實會有 常常會有一個奇襲的效果 那你不喜歡就不用換 沒關係 然後我們這樣 以這個傳統的會放女巫師喔 現在是持續版本 女巫師蘇利其實真的是還蠻強的 而且可以自己去解我們的 莎拉瑪莉可以去解洪骷髏 在一個牌不順的情況下 沒有依賴蘇利的話 我們的女巫師去還可以解到西這張牌 共三張 剛剛少講一張 然後一樣 4蘇利5洪骷髏這個老套路 大分數分差 然後決勝負 我覺得蘇利還是依然的強勢 那第四套牌這個 驚奇少女的牌組喔 驚奇少女通行證出來以後 我最喜歡玩的就是這套牌啦 因為就是簡單暴力直覺喔 拉高這個控制鎖區的上限 夜魔俠給對手壓力 第五回合就是葛摩拉或是側攻鎖區 然後我們的驚奇少女的加持喔 可以讓這個鎖區的地方架子有8攻 還有這個小鯊魚有11攻 加起來全部加起來 所以說這個鎖區的容錯率又大幅提升了 最後一回合就是剩下兩區的話 我們就是遇恆結束 或是沒有超遇恆沒關係 與其我們的側攻末日 或是葛摩拉拉上限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那我覺得這套牌是勝率很高 又很穩定的驚奇少女牌組 第五套介紹我們的這個洛基套牌 洛基在我心目中應該還是T0喔 在這個版本 而且也是賽場專用牌 因為它上下限實在太高了 而且很多小組件可以進行客製化 像這套的綠惡魔啊 或是這個小桃技會放在這個位置 就是要打一些比較全面的牌組喔 因為這是一般對戰 所以我可能要去防內戰的話 我這個其實防綠惡 就帶綠惡魔去撞 撞對面卡對面格子是不錯的喔 洛基內戰 然後現在的驚奇少女蠻多的 我們可以用小桃去投一張青石少女 就可以讓青石少女完全的黃費掉 或是投到黑鷹 這些牌蠻多的 那這樣子這個效果喔 放綠惡魔主要是養狼啦 丟過去以後狼又加二攻 其實會有個分數差 其實還蠻噁心的 然後換進 換進也是可以換 可以換哨兵機器人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或是說1號13號特攻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亞美利亞鴨牌 你也可以帶上機 但是我覺得上機真的實在太弱了 這個是比較全面的弱機 在一般對戰的情況下 來我一樣講過喔 這個順序不代表強度喔 最後一套介紹的是我們的 電光驚奇少女 電光殺人被驚奇少女的加持以後 上限真的拉高不少 3電光5殺人之後 看你是他最後一回合補經驗少女 或是說第6回合 在補經驗少女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最後可以看場地打 歐卡 或是教授索居 或是摩瑞博士 那些大牌都不錯 也是被我認可的結任物套牌之一啊 哈哈哈哈 講得很難捏 結任物因為我覺得現在 這幾天剛好都是遇到這種 要我放6費卡這種版本 但電光大牌就是魔方率低 但是勝率蠻穩定的 的套牌 所以就是場次拉長以後 就是基本上這套牌 也是可以穩穩上無限 如果你喜歡這種用場次去堆的話 然後不太需要動太多的腦 因為電光大牌就很簡單嘛 就是345 不是3456 一張一張放 其實沒有什麼太困難的 但我覺得電光大牌 後來我自己玩下來 算是場次玩下來以後 自己會覺得還不錯的套牌啦 好啦 本次的我心目中的T1到這邊了喔 那可能明後天就要出角鬥士了 環境又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漫威順戰千變萬化 我是C地喜的 我們下次見